大家好,虽然我们搬家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是好像一直不怎么安定 平时我负责继续收拾零碎的东西,队友还没有打算躺平,所以还要上班 加上又出门短途旅行了几天,所以一直觉得没有休息过来,有点疲惫 窗外的景色,也从夏天的绿色,渐变成了初秋的黄色 再又变成了深秋的红色 趁着感恩节的长周末,家里也基本都安顿好了 我们准备彻底休息一下,在家附近走走,了解一下周边的环境 也给自己做一顿简单的小火锅加烧烤 今年的秋天非常的温暖,枫叶也特别的美 一大早趁着天气晴好,我们先下楼走一走 湖边的小路上很多早起锻炼的人 一路上枫叶正是好的时候 看看这只可爱的小松鼠,跟我讨吃的,一点不怕人 溜溜答答的来到农贸市场,这个农贸市场在感恩节过后也会关闭 再开放就要到明年春天了 多伦多湖边的这个部分我们从来没有来过 沿着湖边的这条小路,从东到西一共有22公里长 而且这条湖边的小路还一直连接到大瀑布 全程一共有169公里 很多喜欢骑车的人会从多伦多骑行到大瀑布 我们曾经也非常的喜欢骑行,也有过带着我们的自行车 从大瀑布骑行到尼亚加拉小镇,再返回瀑布的经历 现在体力没有前几年那么好,估计骑不了那么远了 湖边的景色总是令人心情好 这一小段是这几年修起来的,所以人并不是很多 沿途看到不少鸭子,天鹅 大家认识吗,这个是大蓝鹿 看看这个被水塔咬断的树 水边步道一边靠着湖,另一边是居民区 居民区里的儿童乐园有不少孩子在玩 可能刚好是放假的时候吧 看了一下这个公园,里头设施还挺齐全的 我们改主意了,因为这个区从来没来过 决定回城的时候拐到靠近居民区的街道上看看 虽然是靠近湖边,但是这个区域感觉应该是比较老了 不少小饭店和咖啡馆也都有点年头了 小餐馆挺多的,离我们住的地方也不算太远 有机会可以过来试一下 这个区虽然老,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挺繁华的 有意思的是看到不少藏族餐馆 街头小咖啡店 还有日餐馆 看到有轨车的那一刹那,我居然有点恍惚 我这是在城里吗? 还看到了一处社区健康中心 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医疗服务 比如提供医疗咨询,心理健康咨询 打预防针,老年看护,还有体检等等的服务 也有一些面朝湖边的出租公寓 看到这家管理公司的名字 想起来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也是住了一家由他们管理的公寓 印象还是不错的 这附近离我家最近的超市就是Metro了 旁边是药店 还有LCBO 生活上也算是方便 当然离华人超市比较远 不过我家之前住的地方 离华人超市也挺远的 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些都不算是大问题 想起来上次有朋友说 住公寓买菜回家 提到楼上非常的困难 我这家公寓提供这种推车 所以也还方便 在农贸市场给自己买了一束花 不管怎么说是过节嘛 现在开始准备一顿美味的烧烤和小火锅 看看这些是我准备的食材 你也可以准备自己喜欢的任何食材 因为吃火锅和烧烤 我准备了自制的简单火锅酱料 非常简单又很好吃 你可以试一下 我们先用几汤勺的纯芝麻酱 不要和花生酱混合的那种 一定要纯芝麻酱 然后来加一点点芝麻油 这样容易搅拌开 再加一点盐 加多少盐这个你自己可以尝一下 根据自家的口味来调整 现在来加一点点温水 可以一点一点的加,容易掌握粘稠度 这个一定要温水,不然不容易搅开 加水以后搅拌到自己喜欢的浓稠度就可以 现在我们来加一点香菜 继续的一起搅拌 我不喜欢吃葱 喜欢葱花的朋友可以试着加一点看看怎么样 烧烤部分我们先把鸡肉腌进一下 鸡肉里头加盐,胡椒面,还有paprika 再加一点点食用油,封住水分 这样吃起来比较嫩 然后用手把它们抓均匀 腌制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卤笋表面加盐 胡椒面 再加一点油 用手稍微的拌一下 让卤笋都均匀的沾上调料 虾也是同样操作 然后腌进10分钟 用一根牙签 先串一块彩椒 再串一块鸡肉 最后再串一块彩椒 小小的鸡肉彩椒串就做好了 我这次用的是利人蒜烤一体的鸳鸯锅电烤炉 它的火锅和烤盘部分加热是分开的 你可以单独使用烤盘 也可以单独的使用火锅 我们先来做火锅的部分 我偷懒买了一袋蘑菇口味的现成火锅料 这个就不推荐了,有点太油了 以后还是要自己做会更好一点 辣的和不辣的我都用这款做底料 自己又格外多加了几个虾干 然后加鸡汤 辣的部分我加了一点自制的辣椒油 很简单两个汤底就都准备好了 我先把耐煮的材料都下到锅里来煮 先下鱼丸子,我还加了一点糯玉米,这个是我喜欢吃的 然后把火锅这一部分调到大火,让它烧开 烤盘部分刷一点点油 这个烤盘是卖饭时的,它是不沾的 但是加一点油烤出来的东西会更好吃 如果油比较多,会从这个小孔漏下去 所以也不用担心 我先把火开到二,让烤盘有一点点热 然后再依次把要烤的东西摆在烤盘上 这个是鸡肉串 来两块三文鱼 一点腌过的虾 还有刚才用油,盐,胡椒面拌过的芦笋 剩下的彩椒切成小块 忘记家里还有蘑菇了,队友干净洗干净去掉根一起拿了过来 给彩椒和蘑菇加点盐,加点胡椒面 喜欢的可以少加一点油 现在可以把火力加大一点了 注意一开始不要调到太大 等熟悉了性能再看一下哪一档适合自己 记住经常要翻一下烧烤盘部分的食物 以免烧焦了 这个烧烤炉如果不把东西烧焦 只有非常少的一点油烟 相比较家里炒菜 这个烧烤的味道真的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 如果有朋友来家聚会 我觉得这个也是简便好用的 看着热热闹闹的 可以选的食材也很多样化 我家的小火锅烧开了 我先下鱿鱼花 还有蘑菇 辣的和不辣的一边都下一点 然后来下肉卷 我买的是韩国店的牛肉卷 我们家不吃羊肉 所以通常不买羊肉 然后来加一点青菜 煮火锅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经常翻一下烧烤盘上的食品 以免烧焦了 趁着还有点时间 开一瓶啤酒 两个人分一下 我们两个都不太会喝酒 多多少少溢湿一下 把烫好的肉片 还有鱿鱼花都拿出来 你一定要试一下我这个酱料 制作非常简单又很好吃 尝尝看 口水都滴下来了 天气很快就要冷了 吃个小火锅 非常的惬意 清理的时候 记住把底下接油的小盒子一起拿出来清理 我会把购买链接和折扣码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用我的折扣码还有优惠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